马斗福音 第21章 当他们临近耶路撒冷 来到靠近橄榄山的贝特法格时 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 对他们说 你们往对面的村庄里去 历时会看见一匹拴着的母驴 和跟他在一起的驴居 解开 给我牵来 如果有人对你们说什么 你们就说主要用他们 他就会立刻放他们来 这事发生是为应验先知所说的 你们应向西庸女子说 看 你的君王来到你这里 温和地骑在一匹驴上 一匹母驴的小驴居上 门徒就去照耶稣吩咐他们的坐了 他们牵了母驴和驴居来 把外衣搭在他们的身上 扶耶稣坐在上面 很多群众把自己的外衣铺在路上 还有些人从树上砍下树枝来 洒在路上 前行后随的群众喊说 赫三纳于达位之子 因上主之名而来的 当受赞颂 赫三纳于至高之天 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全城轰动 说 这人是谁 群众说 这是加里雷亚纳扎类的先知 耶稣 耶稣进了圣殿 把一切在圣殿内的商人顾客赶出去 把钱庄的桌子和卖鸽子的凳子推翻 向他们说 经上记载 我的殿宇应称为祈祷之所 你们竟把他做成了贼窝 在圣殿内的虾子和瘸子来到他跟前 他都治好了他们 司机长及经师 见了他所行的骑士 又听见了孩子们在圣殿内喊说 赫三纳于达位之子 赫三纳于达位之子 就大发愤怒 对耶稣说 你听见他们说 说的吗 耶稣对他们说 是的 你们从未读过 你由婴儿和吃奶者的口中 备受赞美这句话吗 于是便离开他们 走出城外 到伯达尼去 在那里过夜 早晨 他回城时饿了 见路旁有棵无花果树 就走到跟前 但在树上除了叶子外 什么也没找着 就对他说 你永远不再结果子了 那无花果树立即枯干了 门徒一见就惊异说 怎么这无花果树立即枯干了 耶稣回答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如果有信德 不疑惑 不但能对无花果树做这件事 即便你们对这座山说 起来 投到海中 也必要实现 不论你们在祈祷时 恳求什么 只要信 就必获得 他进了圣殿 正教训人时 司机长和民间的长老 来到他跟前说 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谁给了你这种权柄 耶稣回答说 我也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若答复我 我就告诉你们 我凭什么权柄 做这些事 若汉的洗礼 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天上来的 还是从人来的 他们心中思量说 如果我们说 是从天上来的 他必对我们说 你们为什么不信他 如果我们说 是从人来的 我们害怕民众 因为众人 都以若汉 为一位先知 他们便回答 耶稣说 我们不知道 耶稣也对他们说 我也不告诉你们 我凭什么权柄 做这些事 你们以为怎样 从前有一个人 有两个儿子 他对第一个说 孩子 你今天到葡萄园里 去工作吧 他回答说 主 我去 但他却没有去 他对第二个 也说了同样的话 第二个却答应说 我不愿意 但后来悔悟过来 而又去了 二人中 哪一个履行了 父亲的意愿 他们说 后一个 耶稣对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税吏和娼妓 要在你们 已先进入天国 因为若汉来到你们这里 履行了正义 你们仍不相信他 税吏和娼妓 倒相信了 至于你们 见了后 仍不悔悟去相信他 你们再听一个比喻吧 从前有一个家主 培植了一个葡萄园 周围围上篱笆 园内绝了一个 榨酒池 住了一个守望台 把他租给原户 就离开了本国 快到收果子的时节 他打发仆人 到原户那里去收果子 原户拿住了仆人 将一个鞭打了 将一个杀了 将另一个用石头砸死了 他再打发一些仆人去 人数比以前还多 原户也一样对待了他们 最后 他打发自己的儿子 到他们那里去 说 他们会敬重我的儿子 但原户一看见是儿子 就彼此说 这是继承人 来 我们杀掉他 我们就能得到他的产业 于是他们拿住他 把他推到园外杀了 那么当葡萄园的主人来时 他要怎样处置那些园户呢 他们回答说 要凶恶的消灭那些凶恶的人 把葡萄园令租给 按时给他缴纳出产的援户 耶稣对他们说 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 反而成了乌角的基石 那是上主的所行所为 在我们眼中 神妙莫测的这句经文 你们没有读过吗 为此 我对你们说 天主的国 必由你们中夺去 而交给结果子的外邦人 跌在这石头上的 必被撞碎 这石头落在谁身上 必要把它压碎 司纪长和法利赛人 听了他的这些比喻 决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 就想逮住他 但害怕民众 因为他们以耶稣为一位先知